9月2日消息 由刘亦菲主演的迪士尼真运电影《花木兰》 内地正式订党于9月11日 该片原定党今年3月北美院线上映 后因新冠疫情多次改党 现在北美和全球别的一些市场的发行策略是跳过院线 于9月4日上线流媒体《迪士尼家》 没有迪士尼家的一些市场能走影院 据悉 由刘亦菲主演的迪士尼真运摆电影《花木兰》 改编自源于中国民间传说的同名迪士尼动画 再度讲述《花木兰》女扮男装代付从今的故事 9月2日《花木兰》发布造型特辑 聚焦片中木兰标志性的一身红衣 主演刘亦菲导演尼基·卡罗 和服装设计师丹尼·迪斯勒尔也出镜解读 在中国红代表热情 力量和爱 这身有绒装成分 也要便于行动 该片本周五9月4日登陆流媒体《迪士尼家》 中国内定院订党 9月11日 期待